開始喔 喜歡 會倒數嗎 等一下 差不多就可以了 準備好就可以了 準備好就可以了 對不起 趕快把手機閃開 開始了開始 你們準備好就可以開始了 好 等一下 我把它 我要準備一下 其實已經2點01分了 好好好 又是誰要壓的 好 我把它關切音了 就 OK 開始 好 開始 歸正 漸漸地去走 才會 我會鼓勇 做直播 聽人說什麼好東西 我會來去愛秀來做直播 聽人說什麼好東西都在這裡 聽人說什麼好東西都在這裡 有朋友 像我還是要做味噌的工程 但是路易斯會給你賺大錢 我會不會做什麼好東西 我會去看我的遍 你也會去哪 喔 向前走 大家還喜歡嗎 最近疫情大家都覺得很悶 對不對 那我呢 今天是終於可以出來放風了 就是說我已經在家大概自求一個月了 幾乎我在重災區萬華 幾乎都是在沒有出門的狀態 那我要吃什麼呢 當然就是依靠線上購物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在這波疫情之下 危機就是轉機 電商平台的業績 據說至少已經成長了5倍以上 所以這也是各位就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今天可以來加入我們 來加入這個直播電商線上的一個商機 那我們首先呢 先歡迎我們的直播電商之父 也是這個創意點子的創辦人兼執行長 Louis來到我們的現場 大家歡迎Louis 主持人好 然後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大家好 很高興能夠在今天這個時候 尤其在疫情期間裡面 然後我相信其實百頁幾乎都在蕭條當中 除了線上之外 除了數位在這方面之外 那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怎麼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或者後面的後疫情時代裡面 創造出新的商機出來 我覺得是這一次想要跟大家一起討論跟分享的 是是是 那Louis是非常就是有經驗的這個 都已經稱為直播電商之父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稱號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 好 其實大家所熟知大陸的這些直播帶貨 其實它一開始的原創就是來自於創意點子 那我們是2013年全台灣直播比賽第一名 然後第一名在台灣到第一名之後 隨機同年在大概九年前的時候 就被大陸整個帶到大陸去 那才會開始後面這些在大陸 所謂的直播帶貨 直播組 MCM這些東西開始慢慢慢慢的流行 那其實原創就是來自於台灣 是 那我們在想的一件事情是隨著 其實當初很簡單是隨著手機時代的發達 隨著自媒體平台的發達 那其實每一個人開始可以展現他自己 那我一直認為的一件事情在展影音變現 是後面一個時代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 影音變現 對答對了影音變現 那再加上現在手機 4G 5G信號的普及 頻寬的普及 那我覺得他一定會跟傳統的電商 開始有不一樣的發展出來 那為什麼我說其實 線上跟傳統電商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相信其實電商這件事情 這兩個字其實已經 電商這兩個字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太陌生的事情了 很簡單的一個行為就是在網路上面 尋找你要買的東西 然後你下單 他可能會跟實體 他可能跟實體的店面是不一樣的 店家是不一樣的 是 那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在網路上面你下了單 這是傳統的電商的模式 也是現在電商的模式 可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傳統的電商是冰冷的 我看著圖片 我看著文字 然後我準備我要買東西下單 可是當手機訊號 當每一個人都會是一個銷售人員的時候 他會從冰冷的開始變成溫度 舉例來講 好我跟新葉 新葉可能今天在賣一個東西 好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透過新葉的分享 讓我開始感受到 喔原來這個東西就是產品的故事被會說的表現出來了 是 那我覺得加了溫度之後 剛好自媒體的發達 頻寬手機四機五機的發達 我覺得可以加速人們在購買這個產品的決策 那我覺得這個是 在大陸這部分我們推了蠻多年了 推了五六年之久了 那所以我才想的一件事情 如果大陸都可以創造出這麼大的市值 那我覺得回到了台灣之後 我覺得台灣其實也應該可以有相同的 幫助現在實體產業 這些店面也好 實體店家也好 能夠開始去做數位的轉型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情 是是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第一個主題要跟大家談的就是 剛才已經有路易斯帶到的這個直播電商的趨勢 跟疫情時期的銷售策略 那其實我最近也就是我剛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說這個 三集以來我大概在家裡已經就是都逐步出戶 真的是逐步出戶 三個禮拜到一個月這麼長的時間 那我就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種寂寞的自求生活要如何度過 那我就發現說我會大量的去看網路上面的題材 包括說健身影片 那你就跟著塔巴塔 對或者是看著音樂的影片啊 學幾首歌這樣子 對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就發現說 所謂的冰冷就是指零接觸經濟 因為沒有接觸到人 這是我們傳統對電商的一個印象 對 可是其實人的行為跟需求其實是蠻一致 就是說我們還是會需要溫度 需要喜歡聽故事 對 就像以前在那個可能在火車上 以前是翻報紙 現在是滑手機 其實大家都會需要打發時間 可是以前可能單純是打發時間 然後吸收一點知識啊 但是現在我們只要打發時間 更可以積極去利用時間 因為你可能花個手機 在車上的時間 就已經把下個禮拜的菜都買好了 就像我最近 對 就像我最近這樣子 那所以說其實我今天的 就是這一段時間的體悟就是說 其實零接觸經濟 其實會更想要接觸 而這個接觸就是透過線上 透過您剛才說的一種影音的分享 故事的分享 然後去讓商品變得有溫度 對 是 那Louis怎麼再去看這個 疫情時代的銷售策略 好 你看喔其實 在這疫情的這個期間 其實我們 我們收到了非常多傳統產業 好我們講 我們講就是賣商品的人 有實體店面的人 其實我們接到非常多的電話 都會告訴我們說該怎麼辦 好 我們先講一件事情是 不管是現在的疫情期間 或者是後疫情的時代 好我記得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大的 國際的會計事務所 他做了一項統計 他認為有超過七成的人 七成 因為他是用 用就是這個 票選出來的 有超過七成認為 下一波的疫情會隨著來 好 這所謂下一波的疫情 但他是在去年做了這件事情 好 那下一波的疫情 其實大家想的不一定不是 像現在的COVID-19 就這個絕渡從來 而是說 我們從SARS到COVID-19 可能有十多年了 好 可是SARS那時候 其實只有少數的幾個地方 有被感染到 好 但是不會像這次COVID-19 幾乎是全球性的大規模的 好 那一 從SARS到COVID-19 時間十多年了 那可是因為這一次是全球性的時候 人們開始也意識到了一件事情是 下一波也許不一定叫COVID-19 其他的病毒會 因為病毒也不斷在變走 你看現在有印度的 印度的 之前是英國的變種病毒 現在是印度的變種 它的傳播力會越來越快 好 那所以很重要的事情 大部分有超過七成人認為是什麼 下一波的疫情 可能是其他的病毒 會很快速的 不會再像SARS一樣 十多年之後才會席捲人類 好 那就在這七成裡面 有高到八成人認為 應該要數位轉型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數位轉型這個口號 其實講了非常久了 講了非常多年了 不只是台灣 其實全球在講數位轉型都講了非常多年 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包含台灣在內 在全球內 其實數位轉型也都沒有非常的成功 可是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好 你想想看 全球的經濟都收窗 是 我很多很多打電話給我的人啊 就是商家們 他跟我講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說 為什麼這樣下去啊 他有一句科市長講的話 沒有病死都先餓死了 好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開始意識到說 我要怎麼在疫情 或者人不能夠接觸的時候 零接觸的時候 我還能做成商機 好 當然大家都會用傳統的方式說 那我去上電商 我想辦法去上電商 電商是一個成熟的技術 尤其從1999年到現在為止 也超過二十多年了 好 那上了電商之後 打電話告訴我們 我上電商沒有 我說為什麼 我說根本沒有人發現 因為大家都上電商 在大海裡面一堆的商品 誰會發現我們的商品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不曉得大家認不認同一件事情 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沒有任何一家商品是獨一無二的 同意嘛 好 就算你這商品有多好 很快就會有相似的 相似的跟你相同功能 也許乖乖不太相似的東西跑出來了 但我相信的一件事情 對你剛剛講得很好 冰冷這兩個字 我們對於機器 跟我們對於傳統店面的接觸 一定不一樣 傳統接觸是人與人 我今天去了一個店家 我可能有服務生 還找到 或者有老闆 或者怎麼樣 有店員來幫我解說 可是在線上不是 它就是冰冷 同意嗎 好 這讓我想起來 一件事情是 以前我們有Gamardia Gamardia一定是跟老闆奪手 然後拿個東西還可以 還可以有折扣 對嗎 可是你現在去便利商店 你剛剛說 順便宜一點 我看沒有人大概會理你 我曾經真的做 刷不出來 對對對 我曾經真的做過一個實驗 15塊的東西 我給他14塊 然後我問他說 店員你有沒有賣我 答案是不可以 好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線上不是只有 把商品放到線上之後 別人就會注意到你 太多產品了 你如何會被發現你自己 我覺得從冰冷的角度來去看 好 那很多人上到電商之後 覺得我就數位轉型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概念差很多 因為我決定來講 數位了但是還沒有轉型 對 答對了 你只做到了數位 但並沒有做到轉型 對 那數位誰不會 你用email也是等 你在用數位了不是嗎 你想想看 現在很多實體商家 他也許也都不在手寫 手寫信件 他也是用email去做產品 你也在數位了 誰身上沒有一兩部手機 對 答對了 但是數位跟數位轉型 不是相同概論的事情 好 但是很多人只是數位了 但卻沒有轉型出來 好 譬如說很多的商家打電話給我 他說路易斯怎麼辦 那我跟他講的一件事情 沒有沒有你的概念 你光行銷的概念 就不統統一嗎 今天你在實體開了一個店 也許我們今天 不管開車或騎車或走路 我也許還會不經意的經過你的店 看到外面大排長龍 我也許就會過去看一下到底是什麼 可在數位的環境裡面 你只要答錯一個網址的一個字 基本上你一輩子都不會進到那個網站 只把東西放在上面那叫數位 但並沒有做到轉型這件事情 那是應該用數位人的思考去思考 尤其是在新一代的年輕人 他本來就是原生的數位型的 數位型的這些人 對嗎 那比現在45歲以下的人 他可能在家裡都不看電視了 我發現很多隔離的人 我問他說你在家幹嘛 追劇 那你真是看電視嗎 沒有欸 我用手機 我用什麼什麼 很多的行為都變了 還沒有廣告 對 答對了 而且你想看的時候就看 對嗎 你不想看的時候就不用看 你也不用像以前我一定要守在 這個八點我一定要守在那邊 到了九點就沒有了 是還可以看進度條 快進 答對了 不想看了太成分就滑過去 或是無限裏屁 答對了 精彩片段 所以這個都是什麼 很多時候其實你只是數位了 但跟真正數位轉型 變成數位人是有很大的區隔的 好 那所以非常多人說 路易斯我把上面的區隔的生意並沒有增加 當然沒有增加 因為我光找到你的產品就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難度了 同意嗎 好 那為什麼我常講的一句話說 我希望是直播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你今天跟人開始人與人的交流的時候 那個感覺會是不一樣的 好 直播電商跟一般電商一樣都是以銷售商品為目的 是 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會講的這個人把溫度帶來給你 他中間是以信任作為核心 是 我認識你 我了解你 我才會願意跟你溝通 我覺得他就跟以前傳統的一樣是什麼 是在跟你做玩話的這件事情 好 那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的 尤其是現在的很多的小商家們 其實他們都符合這樣的 這樣的特質存在 像你看你開門做生意 你不外乎就是希望把你 我相信每個產品都有個故事存在 我一定相信 可是我相信說故事的人 會比那個產品本身的故事更精彩 同意嗎 好我舉個例子再講 三國演藝誰都會說 但辛葉說跟路易斯說一定會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感覺 同意嗎 大家現在可以投票想要聽誰說 請不要 因為我知道我票很低 不不不太客氣了 但是重點來一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很希望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認為 有超過七成的人都認為 下一波的疫情會隨著來 有八成的人都認為應該要數位轉型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你何嘗不開始借用 就像剛剛主持人一開始講的 現在危機就是轉機嘛 當大家正在焦頭爛耳的時候 我很簡單一件事情 下令三級就是三級 不是只有你受傷 所有的店家都受傷 同意嘛 因為大家都不能去嘛 是 那與其在醜眉苦臉的時候 你何不如趁這個機會的時候 開始去想 我新的機會點在哪裡 只要在這個時候 別人在重運產物 你多想到下一步 我覺得就是彎道超車的最好事 是 尤其是這個時候就是 大家都逼不得也要宅在家的時候 其實上網的時間 對 根據統計上網的時間 是比在疫情沒有爆發之前要多的很多 對 那剛好就是可以增加 就是我們線上商品被看到的機會 你看喔 你知道我們這幾天一直在看 一直看很多的新聞的原因 現在有非常多 我相信其實有非常 應該說所有的學生 現在都放假在家了嘛 你看家長也陪著孩子 開始去弄什麼 弄數位的直播 或者視訊的裝置 他們開始去研究了 老師開始要變成什麼 變成直播主了 對 以前老師是對著台底下的同學 沒有啦 現在老師就像我們一樣要對著鏡頭 你看不到在鏡頭之外的那一群人的表情是什麼 同意嗎 那你先想看 你知道嗎 現在開始有越來越多 這是我最近聽來 就是明明前面是鏡頭 鏡頭就是這樣子 在考試 鏡頭後面全部都是書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 鏡頭這樣 老師看到鏡頭真的在考試 但老師看不到是螢幕外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書 對 所以這就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老師也在適應 家長其實開始也不陌生了 也在適應什麼 叫做直播什麼 叫做視訊 你同意嗎 那何不如趁著這個機會 我說了 其實這一次三級之後 後疫情時代 我可以告訴你 104打開 已經一堆都是要你有直播經驗的了 對嗎 所以我趁現在趕快累積經驗 他對你已經累積非常多經驗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操作的人 鏡頭前面的人 甚至鏡頭後面的人 都開始在學習一個新的什麼 世代出來 一個直播不會是只有你跟我而已 對嗎 我們後面還有我們的導播 對嗎 我們的小編 怎麼一起join進來 把一個主題 把一個商品賣得好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大陸 已經玩了快七八年了 當然因為兩岸的兩岸在對待一件事情的態度是不大一樣的 他們是只要有錢他們想去試 那剛好台灣也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你變得不得不試 對 那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冰冷從冰冷出發 數位轉型不是我今天把它放到電商 我相信很多人都告訴你 電商有很大的優點 24小時他完全都可以營業 他也不需要排班 對嗎 隨時都可以下單等等等等 巴拉巴拉一堆 但別忘了一件事情 你的商品 別人引人買 為什麼選你 不選那個商品 把這個問題先想通 我覺得就會 很多事情就會通了 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要選我 對 這是問題 大家可以先開始思考 不過這個疫情之後的這個零接觸經濟的發展 大概就像西域人機講的 數位 我們回不去了 對回不去了 對回不去 那接下來所以要跟大家討論說 既然回不去了 那 我們要怎麼樣實際的來經營這個線上經濟 那 Louis有提出一個訣竅叫 人 請Louis來跟我們介紹這樣的銷售策略 是什麼樣內容 我覺得 人 貨廠 這三個字喔 我們先講貨好了 貨比較容易了解 它就是商品 那我還是再一直強調 我相信每個商品都是獨一無二的 每個商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存在 即便相似的商品 我都相信 在做這個商品的人 他自己都有自己的熱忱 那我覺得商品很重要 我覺得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我套一句 蘋果創辦人曾經講過一句話 再爛的商品 只要會銷售都有人買 所以我覺得貨這件事情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就看人跟看場 為什麼我覺得在直播店上面 後疫情時代或在疫情時代裡面 人我覺得占了一個非常舉出輕重的角色 那個人是誰 說故事的那個人 說產品故事的那個人 比產品本身的故事來的更精彩 那我覺得人是重要的 那我們先講人好了 在創業點子裡面 有超過六百多位會銷售的直播主 六百多位 對六百多位 我們希望今年能夠再往上增加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些人在我觀察起來的時候 我發覺的幾個特質是 第一個一件事情是 竟然是人是重要 說故事的那個人是重要的 他一定會有一個脈絡可循 人就是這個說會說故事 要先創造出粉絲 粉絲 有我看到我粉絲上線了 西螺魔 西螺魔說主持人好久不見 嗨西螺魔 西螺魔是我的粉絲 所以我今天特別為了我的粉絲 天竺鼠車車口罩 上面就有西螺魔 對 真的啊 上面就是西螺魔 對 這邊就有那個 綠白色就是西螺魔 原來如此 西螺魔你喜歡嗎 那馬上就已經有 這個創造粉絲的實力了 太厲害了 我還不知道西螺魔是什麼意思 哇你太強了你 天竺鼠車車 這個最紅的一隻 是 好 好 不好意思 繼續 粉絲創造粉絲非常重要 趕快把主題拉回來 好 所以很重要 對你看好 像我們這樣新業 他就開始在拉粉絲 在圈粉 在我們的數據裡面 去年創業點子 因為這六百多月直播主 創造十點多億的小售 整業而出來 好 那後來我們的數據 開始分析了一件事 你知道嗎 每一個粉絲 每一個直播主他的粉絲 在一個月之內 近半數有五成是回購的 來我再把這數據講得更清楚說 一個直播主他賣了一項商品 他賣出去的商品有半數 有半數超過五 接近五成沒有超過五成 接近五成左右 都是回購 跟那直播主回購的 這意思代表什麼 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的靈密的 我再講一句 我講一個很實在的話 人與人的連結 對 是很 人與人的連結 是很綿密的 是 絕對不是那種偶爾去喝一次茶 不是 這一定沒有辦法的 同意嗎 我們還是不要偶爾去喝茶 這樣子 會容易傳播一起 對 所以我們要建立綿密的 對 答對了 你可以去手搖杯 對 手搖杯喝嘛 那泡泡紅茶我覺得是OK 但重點來了 一件事情是 你看喔 近半數是回購的 代表了一件什麼樣的意思是什麼 今天它跟直播主的連結非常的深 我舉個例子 這是我們家 我們家也會受到影響 不會也沒有受到影響 是 因為創業點子沒有倉儲 倉儲都是廠商自己出貨 那如果廠商現在沒有辦法出貨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會受到影響 同意吧 跟其他電商不一定相同 因為創業點子沒有 沒有倉儲的這個know how 就這個專業 那你看 來 今天我相信在疫情的期間 很多人都遇到一個問題 我跟某一個電商平台下單 嗯 貨 都特別晚送到 嗯 對嗎 是 甚至有些區域可能不送這些貨 譬如說萬華都不送 沒錯 有個M開頭的就指名不送萬華 對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來 你看這重點差別在哪裡 今天我們跟一個電商平台 我下了一個貨 下了一個單 電商平台在最近 我相信大家都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很慢出貨 那大家就等嘛 同意嘛 好 那反過來喔 來這就是創直播電商 跟一般電商不一樣的地方哪裡 一般的 我們家直播主之前在買東西 嗯 貨沒到 請你告訴我你會跟誰講 說貨還沒來 直接跟直播主說 對 你會跟直播主說 我說我貨還沒有到 那身為直播主我怎麼辦 我只會跟你講 不好意思 因為廠商現在沒有辦法出貨 或出貨比較慢 好 一次兩次 你一直沒收到 你就會去問 直播主我還是沒收到 對嗎 好 這跟你在一般的電商平台 你打電話問客服 你就是回到 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都延後出貨 你這中間就是這樣 就沒有了 可是你跟直播主 直播主左右就做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我閉手聲給你聽 對 好 開始來了 直播主開始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之間的黏密 不再只是那個冰冷的一個什麼 買賣商品的交易 是 對你而言 你就會一直找直播主說 我就是沒有收到 對嗎 對直播主他當然覺得在負責任上面 他就覺得對你很抱歉 嗯嗯嗯嗯 他就會一直不斷的跟你說 這就是跟一般電商不大一樣的地方 是 因為這是人跟人之間的什麼 連結關係 而不是人跟商品之間的連結關係 嗯嗯嗯 與其如此 跟著我們家很多直播說 那不如我就先不要賣 嗯嗯嗯 合不合理合理 嗯嗯嗯 好 可是一般的人也能夠 也能夠諒解的原因是因為 別忘了一件事情 有近 接近五成的人 是每個月會跟直播主 去做回購 如果今天直播主直接跟你講 雙手一攤 沒有你要怎樣 嗯嗯 那我相信這個人的粉絲大概就掉很多 嗯嗯 所以我說在這裡面 人或場裡面 或是最簡單的一件 但是神是不一樣的 嗯嗯嗯 人是從信任開始跟你做連結 嗯嗯嗯 好那更不用說場 既然開直播 就總要有地方看可以嗎 嗯嗯嗯 是 對好 對象就是他的粉絲 嗯嗯 基本上創意點是不大 我們的直播主裡面 不大會去賣陌生人的 陌生人的粉絲的原因是因為 今天我跟你沒有太多的 認知其實我也不大相信一件事情 是你賣的貨到底品質好還是不好 嗯 我相信在可能F開頭的 或什麼B結尾的這些 K結尾的這些 平台上面有非常多人 上面開直播 嗯嗯 我相信 我相信受到傷害或受騙的 其實也不少 嗯 聽說還有台北市議員 也中標 真的啊 他說他買了這個很便宜 一萬多塊的這個iPhone手機 然後結果被 就被騙了 他都沒想過iPhone不會賣到一萬多塊 所以這位議員的這個事蹟 也在網路上就是被大家傳送 哦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今天在不靠譜的平台裡面 我了不起我就block 我錢收了我就封鎖你 那你也投訴無門嘛 因為我們的小寶官好像也說 這是你們自己的商業的糾紛嘛 那希望平台業者出面 我們這個F開頭K結尾的 就這個 他有說這是你們自己的行為嘛 客戶的行為 他們不方便參與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何在一個信賴的地方 去做你這場的銷售 是 我再一次強調 我們家的直播組 大部分博大會賣給陌生人 一定是賣給自己的粉絲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在人貨場裡面 人是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如何讓你創造出你的粉絲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對直播主而言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嗯嗯嗯 也就是說 剛才一開始提到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時代就是 技術這麼進步的情況之下 商品很難做到獨一無二 但是人的獨特性 答對了 是相對來講 答對了 答對了 好我們講 我們就以心葉來講好了 你看心葉有個西羅摩 對嗎 是 你看喔 他會有個西羅摩 他的粉絲 我應該這麼說 你知道我們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一開始在推 推直播電腦的時候 那時候 當然大陸要求應該嚴格 比如說一次就要做八小時 我現在在台灣沒有人受得了 就直播出一口氣啤啤啤啤啤啤啤 這不可能的事情 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能夠即便如此 大陸因為可能 這個貧富 一級城市跟二三線城市的 這個差距是很大的 對 那他們想要賺錢 我們叫賺錢 他們叫掙錢 的心可能不大一樣 那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即便我們常講說 很多地方有狼性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八個小時 這是一場淘汰賽 真正留下來都不一定有多少 那何況在台灣 台灣的這個情況 那我常常講一句話 其實要做直播主 這堅持很重要 我有個概念想要說 千萬不要認為第一場直播 你就會有膽 嗯 那個是幸運 我又不認識你 你把它換作說保險一樣 好了 你一開始在賣保險的時候 你一定先找你的親朋好友 嗯 你不可能去找別人 因為別人我也不認識你同意 是 你一定找自己爸媽 爸媽兄弟都閉起來 朋友都沒有 都躲不見 你連電話都空好嘛 嗯 就是不希望被你找到嘛 嗯 那實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只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一定要堅持 嗯 第二個一件事情 你千萬有個正確的概念 我不要認為我第一場直播 你會有單 這不可能發生 你就沒有粉絲了 誰買單給你 是是是 新論文也就是第一集就會出現 對 人家我們心也是熬了好久 對嗎 是啊是 這真的是非常的心酸 光哥都 心酸 對 直播主就是心酸過來的 踩過心酸過來 對嗎 光哥都不曉得唱了多少遍啊 對嗎 是 所以現在要再來一首 浮浮沉沉異界人生 哈哈哈 是 我覺得堅持啦 然後我覺得 我還是這麼說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 你是店家也好 企業主也好 我覺得讓越多人認識你 把這信賴的關係連結起來 我覺得直播就是這樣子 你對著鏡頭 你也不能做什麼 你就是一直這樣 網友有回應你就回應你 網友沒有回應你 其實 其實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在說故事 但是市場叫賣的長相也沒有很好看 一樣很會賣 欸對 這個 這應該不會是指 指我啦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 我常常看市場有很多叫賣歌 這個會 會是在講我嗎 不會不會不會 市場有很多的叫賣歌 是 你不要小看這些 他們其實在市場上面都已經管鬧很久了 嗯嗯嗯嗯 甚至旁邊的這些圍觀的人 都可以認得出來叫得出來他 嗯嗯嗯 我不相信一個今天叫賣東西 結果你 你東西銷售之後 別人來找你就完全不理 我覺得這種人也做不長久 嗯嗯嗯嗯 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特質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叫嗎 譬如說今天是做美妝的 你叫做叫賣他也不太適合 因為他的產品本來就不適合那種 這要多少一次兩次三次 他也不適合 嗯嗯嗯 對 我覺得像做美妝的 做保養品的 做什麼的 其實很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專業修出來 嗯嗯 是 現在自稱專業的人太多 嗯 你如何留住粉絲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課題 嗯嗯 但重點來一件事情是 不管是老闆也好 我覺得一定要先表情 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你的人脈變光 嗯 嗯嗯 因為如果你沒有人 直播電商創造的是粉絲經濟 我再次講 沒有粉絲就不會有經濟 嗯嗯 其實就算是商品 像蘋果 他其實也很多果粉 對 來支撐這項商品 答對了 對 而且在剛才講人貨場 其實場域 像iShow Live這個平台 也可以讓很多直播主 像現在很多網紅也是這樣 他們會互相加持 對 我要你來上節目 答對了 那兩邊的粉絲可能也會就是說 欣賞另外一位 對 兩邊的粉絲就結盟 就像剛才我們希羅摩也說 他逐漸被路易斯圈粉 喔真的嗎 對 趕快秀出來有沒有 像我也逐漸被路易斯給圈了 喔 感謝 這就是我把我的粉絲帶給路易斯 那我也希望路易斯可以把他的粉絲帶給我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一個場域的這樣子一個加乘的效果 你看喔有網友說什麼我都關店先休息了 其實我一直很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是關店 或者是先結束營業或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再一次強調一件事情我覺得 經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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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所有全民的命脈 恩恩恩恩 同意吧 是 雖然曾經 雖然曾經有人跟我們講的一件事情是說 也許就像柯市長講的 也許很多人沒有病死會先餓死 但其實我應該這麼說 如果今天如果在今天還不受疫情影響 那代表一件事他數位轉捷上面其實已經先比人家先跑了 同意嗎 是 在最不好我常我常有一句話就是鼓勵 就是我們也常自己聽到 好別人有一句話說 在最不好的時機面也有人賺錢 在最好的時機裡面也有人倒掉 好 那我相信現在大家普遍可能都會是受到疫情或多或少的影響 你說電商有沒有影響 有啦 出貨慢的也會被推訂單 多多少少都會有 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一直不希望是大家 大家最後是先以暫停休業 你知道我最近看到的新聞都是什麼 房東房租也要繳 現在又不能開店 尤其是剛好他房子就是重災區的萬華 他說我們有非常多是房租還是要繳 但是我又沒有辦法開店 那我怎麼辦 那我覺得當然這是一時的啦 那我也想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那就趁這個機會 與其我在家也什麼也不能做 我何不如就開始訓練下一個機會在哪裡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數位沒有要讓所有的實體店面全部消失 這不是我們的原因 實際上也不太可能 對答對了 而是怎麼樣能夠線上跟線下互相的串聯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我們數位轉型再講的 all to all 對答對了 all to offline 對答對了 我覺得只有這樣子 好我常講一句話喔 來這是很公平的感覺 現在所有人在告訴你數位應該要轉 你實體應該要轉到數位來 那是因為疫情所以大家不能去 同意嗎 好來我講一個最公正的一句話 昨天Amazon在北美大當機 是 你如果只做數位 數位要一當機 雲端一當機 你也完了 同意嗎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 不是說今天是 因為我們站在數位的立場 好我們是電商的平台 所以我們就鼓勵你全部 我覺得做事情應該要公平的對待 雲端不是不會出問題 還是會出問題 它有可能當機 有可能海嵐斷掉 同意吧 所以我沒有要你們把實體整個消失掉 不對不是這樣子 而是今天實體 假設你已經在實體上面了 你實體如何繼續存在 如果在這上面 不管是線上online的 線下offline的 任何一端出問題 都不至於影響到你 我覺得這才是應該數位要轉型的原意 嗯 就跟防疫一樣 全方位防禦 對答對了答對了 沒有哪一套的配套說 說我全部轉到數位了 就一定是無敵 沒有啊 前幾天限電 不是你也沒辦法做生意 同意嗎 沒電 所以我說這個沒有一昧的 我相信很多的電商平台 都可能告訴你 就是數位是最好的 沒有我覺得這都並不公允 公允的是我們也會有我們的問題 實體有實體的好處 對嗎 對也許它不能24小時 也許它需要有人事的成本 但不要忘了啊 數位也有數位的它的缺點 同意嘛 沒有一個是完美的 但我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不要只是數位 要真的數位轉型 把線下的腦袋帶到線上來 把線上的腦袋帶到線下去 是 不要只是數位 那我相信數位轉型 是 就會是新業 他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對不對 是是是 大家可以看我們的這個字幕 就是 我是來自這個 數位經濟及產業發展協會 簡稱DTA 那我們的網址也非常的簡單 www.dta.tw 那如果說大家有任何的 這個跟數位轉型有關的問題 或是很多的這個中小微型的企業主 當然在這個直播電商的部分 你們就可以放心的交給Louis 但是在這個電商以外 還有很多可能這個貴公司在流程上面 在組織上面 都有需要數位轉型的地方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DTA的守備範圍啦 所以大家就可以透過這個網址呢 能夠來跟我們DTA的來聯絡 或者是來加入會員 或者是來參加我們舉辦的活動 我們在6月16號也會舉辦一個 即使在疫情之下 我們仍然邀請到這個IMD 跟那個西門子台灣分公司的講師 來跟我們分享怎麼樣進行 這個疫後經濟的數位轉型 我們也是辦了一個線上的會議 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要費用嗎 那當然不是 今天都是免費大放送的 今天只要看我們節目 所有的好康都是免費的 那順便我們在主題3上面 我也就順著這個Louis的話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一些直播內容的一些規劃的技巧 剛剛Louis已經做了非常好的示範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這個某個這個資料 那個很會在棒球比賽的時候打廣告 他有具有名的廣告值 但是我要幫Louis稍微改一下 叫做 我不會閒門說話 但是我最實在 對 其實在直播裡面 要建立這個粉絲經濟 在人與人的連結上面 要怎麼樣 你就要讓人覺得 好朋友心困到底 心困到底 心困到底 不是先睡在一起 誠懇在一起 我嚇了一跳 所以我們要做好朋友 我們都要心困到底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得 對 所以誠懇跟實在 這個真的是 Louis就不會跟你在那邊 猴綠綠說什麼 一定沒有問題 他就把莉綠德斯 跟你好好的分析 那這樣子 顧客要購物 這也是一個信任的基礎 那其實講到直播內容 剛才講到 到這個夜市叫賣歌 他其實存在已久 只是說 他的場域不同而已 對 像其實我也蠻喜歡看那個 就是夜市叫賣的 那其實剛才也提到就是說 賣保險 做一些業務 或在夜市叫賣 或其實直播也是一樣 一開始沒有觀眾怎麼辦 對怎麼辦 我問一下 對 一開始沒有觀眾 那你做保險會怎麼辦 我不知道欸 我沒做過保險 對 你看Louis好誠懇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你一開始就會找你的親朋好友 對對對 那同樣的那個夜市叫賣歌 你會發現很多那種就是說 會去那個無問題的 會去跟他抬槓 會去跟他踢館 會去跟他踢館 那都是他兄弟 對 對 很多都是自己兄弟 那你就看說 他在要彎起來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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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什麼 兩個人在分析 這樣子 對對對 那同樣的在直播上面 一開始 當然我們不能說 暗裝那種不好聽 我們後面又在行困到底 就是你可以先邀請好朋友 來說 給我一點意見指教 我想要對鏡頭講話 那從取悅你的朋友 讓你朋友覺得開心 然後聽他的意見 他可以怎麼樣告訴你說 你可以 那怎麼樣讓內容覺得更有趣 那從這方面一開始練習 一方面也不會那麼孤單 你也知道說其實 你在鏡頭前講話的時候 多少其實鏡頭後 你知道有人 有人是在看的 對 像我也知道說 我們理事長有時候會看那個 我主持的這個素轉脫殼秀 那也是壓力很大 但你就要學習就是 你要假設理事長常常 理事長在看著你 對 然後來培養自己的這個 所以他會不會現在正在後面看著你 我差今天應該沒空 好 那就好 但是我還是常常假設 就是理事長有在我心中 來給自己一點那種就是 有臨場感跟那種練習的感覺 那內容我一開始 在做素轉脫殼秀的時候 我也去研究說 怎麼樣去規劃這個內容 會讓這個節目有比較多人有興趣 那我就看到有一個統計是說 好像前三名一個是遊戲實況 然後第二個是遊戲實況的話 那我們比較不好做 但是我會建議說 像從你的商品的定性 它適合說的故事 去開始尋找它的脈絡 譬如說有一些 像上次我接觸到光華商場的3C的這個店家 那他們賣的很多產品的是這個 很高規格的這個電競選手 會用的耳機耳麥 甚至他的電腦 他的筆電的那個規格 那麼他們就可以 既然說遊戲實況的這個內容 是在網紅裡面最受歡迎的 那他就可以考慮 跟這個遊戲實況主作合作 甚至如果說這個直播的人 他如果自己本身也喜歡玩電競 他甚至可以自己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邊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電競的情報 那一方面就可以去推銷他的商品 那因為他自己也在使用 他用的效果好不好 這大家看得到 這也是建立一種信任的方式 那而且大家都不要怕自己 就是說玩的不好 因為現在我觀察YouTube上面 有很多東西喔 其實現在觀眾 你知道觀眾有時候滿S的 有時候也滿M的 S什麼意思 S就是呢 Super他們非常的這個 非常的有遠見 非常的厲害 就是觀眾已經這麼Super了 所以他不一定要看你混 他喜歡看你怎麼混 那M是什麼 M的話呢 M的話就是非常的mini 就是有時候有些觀眾都非常的低調 他們都會在鏡頭後面靜靜的不出聲 大部分都是M啦 很多M但是現在也越來越多S了 就是你做了什麼他要吐槽你好 那對 他喜歡吐槽你 吐槽你 有時候還會對罵 你們看館長對不對 館長講政治他真的很會 他不一定真的很會 可是很多人就是喜歡看你 看你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會覺得說你是素人 你跟我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很多的這個網紅 他其實不一定是建立在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像我很喜歡看一些那個 就是音樂的 音樂類型的這個網路節目 那固然呢 我們會發現一個 固然呢 我們會想要去看那種 一流演奏家 他的演出 可是我們常常發現 一流演奏家 他的點閱率都不高 對 沒有一個就是說 他可能是一個音樂老師的點閱率高 因為這音樂老師他的那個演奏功力 可能沒有這個演奏 對 沒有這個音樂家這麼好 可是呢 他就是可以跟大家玩怎麼樣 我跟你們一樣 我20分鐘挑戰仕途看看 我也會 他就把他彈錯 真實的呈現 在大家面前 然後他就覺得 原來他 你跟我一樣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樣一起去克服 這種夥伴的關係 也是建立信任的一個很 對 很重要的一點 那我又看那個內容 說歡迎內容第三名 叫做情色挑逗 其實我們也不要這樣講 就是簡單來說 大家就是喜歡看正妹 對 所以有一些節目 他也是走高顏值 像我就發現 iShow Live 其實走高顏值的路線 是蠻多的 那我個人是評估說 我可能比較是內在跟氣質取勝 所以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走 對 你看Louis 又這樣 Louis都已經這樣子 讚同到已經 那個笑到不行 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只能就是說 找有沒有其他的出路 所以說適合自己 或適合產品的定位 去根據不同的這個定性 特質去找一個品牌的定位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走時事的 這個路線 把數位轉型的題材 跟時事來做結合 那時事的網紅其實也蠻多的 像不管博恩啊 眼球啊 或者是網紅 或者是那個館長 對不對 還有志祺奇奇很多很多這樣 那現在也有一些是 像譬如說這種 學習知識型的節目也很受歡迎 因為簡單的教你就是說 怎麼樣做一個那個防護面罩啊 三分鐘做好一個嗎 這類的節目也相當受歡迎 所以說如果說 譬如說你賣的東西呢 是一些便利性的用具 可以有一些小撇步的 就可以結合這種 你平常觀察到的生活小訣竅 去跟大家分享 那我剛才舉的例子也是說 你也不需要到 你覺得你是副陪美 你才可以在節目上面 網友應該不知道副陪美是誰 有些人已經不知道 那型男主廚 you know 對 就是型男主廚 你也不需要一定要是型男主廚 大家現在市場不缺型男主廚 缺肥宅主廚 那眾多的觀眾也會想知道 就是肥宅都煮什麼吃 那所以說有些人 如果根據自己的定位 我不適合走型男主廚 那我就可以走肥宅主廚 對 那你也不一定就是說 要煮到多好 而是你就跟大家分享 你平常都是怎麼用技巧 在處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 那大家也會就是有興趣來跟你交流 甚至看你不會 有時候呢 這個也是一種跟大家 擲暖 就是一起成長的一個方式 那我請教一個問題 像你每一次在做每一場直播的時候 你會花多少時間去規劃去設計 或者去了解你這場直播 大概你會花多少時間 花多少時間 對 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已經想炫耀很久了 就是說其實我們 我們速等拖殼秀是每兩個禮拜一次 對 那兩個禮拜看起來很充裕 但其實呢 是轉眼即逝 而且因為我們有時候會遇到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是固定會請來賓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請到兩位來做對談 那所以我常常會遇到就是呢 可能節目前兩天 來賓突然有事他不就來 甚至也有一集是到了 要播出前 來賓才說 他被困在立法院 他不能來了 對 所以那時候呢 大家就在想 大家就炸成一鍋 那該怎麼辦呢 那我只好就是跪求 跪求這個委員就說 好我知道你們現在甲級動員 你們沒有辦法過來 可是如果我們節目延半小時 或延一小時 能不能就是請你敢敢看 對 那還好就是這個半小時之後 委員成功德就溜出來了這樣子 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怎麼辦呢 我們有時候在 因為我們的節目內容 有時候會跟著來賓的不同 來設計提供給他 所以來賓一換 我一定要馬上動 馬上去做修改 那如果這只是來賓換 但是呢 他也是同樣在這個主題範圍內 他也是某一個業界 同樣業界只是不同的來賓的話 那還好主題變動不會太大 但我甚至有遇過 就是開火前兩三天 是來賓不能來之後 他推薦的來賓完全是不同主題 那你怎麼發 那你之前 你之前要不要為了每一個來賓 他不同的背景 然後去 study 去研究一下 譬如說 你有找過會計專家的嘛 是 那也許新業不一定是學會計相關啊 是 那他有些術語 如果太精深難懂 你也很難直播下去嘛 是 所以你會先去 study 你會先去研究一下 一下相關的知識嗎 一定 這是一定 就是 變成就是要逼自己很快速的就是說 至少要了解 譬如說像有一集是 突然換成就是要講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平台 對 然後呢 我就馬上去看所有相關的法規 全部看完一次 然後知道說問題在哪裡 那勞方的問題在哪裡 資方的問題在哪裡 對 才有一個基本的一個可以對話的基礎 所以說 遇到那種就是說 在開播前的兩三天才換主題 那就真的是 毛起來火力全開的 趕快再重新做學習 然後盡量做準備 因為還好是 人跟人性的關係就是 你還是可以把現場交給來賓 對 但是自己能準備的 我覺得就是抱著說 盡量 盡量 其實盡量在做準備 然後有一些東西 你還是可以靠來賓來幫你做回答 那你也可以放心交給他 但是你的準備就可以讓觀眾跟來賓 感覺到感受到你的錢 了解 是 那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直播內容的規劃技巧之後 我們接下來的主題是 那百萬直播主要是要靠什麼 美貌嗎 身材嗎 靠什麼來創造營收 那這部分呢 路易斯就是專家 可以請路易斯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其實從上一場裡面 你會發覺 直播主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那個S跟M 但是兩個連在一起就不能 SM就不能連在一起講 可以連在一起講 連在一起講 就是韓國有一個最大的唱片公司 就叫SM公司 了解了解 對 那我也幫他們公司寫過蠻多個 真的還假的 是啊 好厲害 好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為什麼他們會 其實在我們的數據裡面分析的一件 我還是再次強調一件事情是 沒有粉絲就不會有粉絲經濟 是 粉絲對於這個直播主的回購率 在每個月裡面會有接近五成 沒有超過五成 四成多一點的快接近五成 是 有五成的回購率 就是這些粉絲撐起了這些直播主 好 但重點來是怎樣的人格特質 讓這些粉絲會被圈倒 嗯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雖然我第一次聽到SM公司 但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直播貴在真實 嗯哼 我很同意剛剛欣葉講的一件事情 假設你是真正非常專業的 譬如說音樂家也好 或什麼也好 其他的點閱率 不一定會比一個素人來做挑戰 會來的高 原因是因為素人真實 嗯 他有出錯的權利 是 同樣的一件事情 每一場的直播都要真實 嗯哼 笑就盡量的笑 是 甚至道具拉下去就拉下去 對 剛才路易斯就笑我笑得很爽 哈哈哈哈 對 因為他不能NG 對對對 他也沒得解 同意嗎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路易斯那樣爽快 好 但重點來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你如何跟你的粉絲裡面 拉近那個距離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 你看喔 我們剛才就像你講的館長也好 或你知道很多的直播主也好的原因 是因為 他真的讓他的粉絲覺得 他是跟他站在同一邊 是 不論任何一個議題 他都站在同一邊 嗯 我常跟我們家的直播主講一句話 你拿到的商品之後不要硬推 什麼叫硬推 你明明覺得好用 就不要去推這個商品 現代的人沒有傻到了 看不出來你是硬推還是真的在分享 嗯 是 現代人沒有傻到 我們都承認一件事情 他們越來越聰明 都會比上一代來的越來越聰明 嗯 因為知識也爆炸了 然後科技也進步了 營養也好了 所以 不會越來越笨 只會越來越聰明 嗯 那所以 你怎麼會覺得 你的一些小的tricky 就是你的這些軌跡 會騙得了 在鏡頭電腦前面的這群 我不覺得會 是 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是硬推 其實你的粉絲都會知道 嗯 那我說了 直播電商其實信任感 是非常的黏密的 是 如果你只硬推我就會知道你在為了做生意 嗯 我說了 不會只有你賣這個商品 別人買不到的 我不相信這件事情 對 等於直播主等於是在替商品做一個擔保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你用了覺得好用 這是事關你的名捷跟爭操 對 答對了 對 我相信每個商品都會有它優缺點 是 沒有完美的商品 同意嗎 是 完美的商品也賣不出去了 嗯 就像你講我們常講果粉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問題 所以下一代來解決上一代的問題嘛 是 那不然Android也一樣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用了這個商品 我覺得秉持著公平跟公正 嗯 沒有人要你拿出試劑啦 沒有人要拿出什麼 我覺得這都太專業了 大家都不會想看 因為 我相信每個商品都一定都會收 都會收過譬如說SGS啊 或者是什麼 某些台大或什麼醫學大學的檢驗報告 嗯 我覺得這些都 現在台灣商品我覺得品質上面是不會有太大疑慮的 嗯 但是適不適合坐在 適不適合你的粉絲 嗯 我覺得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同意嗎 商品品質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嗯 尤其在台灣 但是很重要是適不適合你的粉絲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 我覺得直播主其實 秉持著他自己的感想 真誠而且真實 就像剛才講的嘛 要做朋友性啊 那 行困到底 對對對 所以我就不會講了 因為我怕我講出來就變成行困到底 那就不好 所以這個話也是要看人講 對對對 要標準的才有辦法 對 但是誠懇這兩個字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相信我在這裡面啊 如果常跟你博弄的 我相信一開始一定是找自己的親朋好友 嗯 這點不騙啊 因為誰知道你在賣東西 同意嗎 嗯 我覺得跟親朋好友 我覺得一方面也可以看看他們的反應 是 不然一個人面對的鏡頭其實很乾 嗯 那 通常我們家 我說了 真實 誠懇的去分享他的商品 這是第一步 嗯 第二步我覺得一定要把商品說清楚 嗯 因為我相信對於 生產那一個的老闆 他的商品他絕對不有問題 因為他有非常多的熱情去生產那個商品 嗯 可是對於直播主而言他不一定 是 因為他只是今天拿到了這個商品 嗯 所以我覺得 夠了解這個商品 我覺得也是 也是這些百萬直播主 他主要的一個特質 嗯 那另外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我一開始也沒粉絲啊 我家裡也不支持我 我一開始直播就一 就除了我自己之外沒有其他人 嗯 我相信會有 那所以其實我常常講要找朋友一起 是 我跟你講一個小時很難熬 如果今天只有面對鏡頭很難熬 同意嗎 找了朋友來一起一單一唱兩個在閒聊 我覺得時間就過得很快 是 我覺得我有一個經驗 假設今天你從A走到B 你一個人走也許你會走得很累 嗯 可是你大家對你 我跟朋友一路一邊聊天一邊走 欸 不知不覺就到了 是 我覺得 找朋友來 一方面就像剛剛我們的主持人講的 你可以吸他的粉 嗯 對 我覺得這樣 你知道嗎 我遇到一個 綜藝界 綜藝界的大姐大 嗯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這是真的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很多個大姐大都會在創業頂子 在I Show Life上面播 嗯 我就問他說 你都不擔心彼此的粉絲會互相的被吸走 嗯 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大姐們呢 大姐大門呢 我覺得 或大哥大門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綜藝的這些前輩們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很有那個keep 氣魄 嗯 他說路易士我從不擔心 我的粉絲被人家吸走 嗯 你怎麼不擔心別人的粉絲被我吸過來 嗯嗯嗯 他說你只要注意把這魚褲 把這魚池的水 弄得越大越好 是 剩下的我們會各憑本事 嗯 我覺得這很棒 所以其實找了一個人一起來 然後來 一搭一唱 閒聊 如果你真的是要以賣商品為目的 我常講 剛剛講的館長也好 講的也跟太太也好 他們一開始也都不是為了要賣商品 嗯嗯 就是為了某一個事情 我跟你站在同一邊 嗯嗯嗯 只是他來發表他的感想 嗯 他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嗯 同樣的一件事情是找一個人來陪著你 尤其是一開始沒有粉絲的時候 嗯嗯 很多的 因為我們也不適合拖嘛 是 我相信現在有粉絲最快的方式 也許啦 如果是正妹 對嗎 所以你會發覺台灣很多比基尼都賣得非常好嘛 沙灘很多人都會去嘛 對 那 就因為陽光沙灘 比基尼嘛 這都是很快圈粉的地方 是沒有錯 但如果我們今天就不是這樣的外在 又一個禿頭 那不是很麻煩嗎 對嗎 陽光照到我就等於第二個太陽 不是你只是不想去搶有頭髮的市場而已 過得好 真的 其實我前面是故意剃掉的 你都不相信 對 你知道叫做什麼支付的 通常都有這樣的特徵 真的 所以新台幣打開來很多都是這樣 對 對 對 有沒有看到 路易斯就很像看到新台幣上面的笑笑 古今中外接啦 對對對 都是我頭髮比較少的這樣 是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 我覺得 我覺得素人往往會得到比較大的聲量 素人開始創造出來的這些粉絲經濟 我覺得往往會比真的有名氣的人來做這件事 但有名氣有名氣的好 因為 你知道我遇過一個也是綜藝級的大姐大 他也講了一句話說 路易斯我很愛惜我的羽毛 我在經營我自己已經40多年了 所以我對於產品的要求非常的高 那這種當然也很好 他本來就有知名度 而且他的形象是好的 那我就要轉換成商機是好的 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可能企業主 或者是店家們 他可能線材開始揭露 要開始數位轉型 他們一定會從粉絲零開始 那我覺得持之以恆 找個來搭一搭一搭一唱 出個球我覺得都沒什麼關係 是最好找會談吉他的 對 好 如果要找會談吉他 你可以把你的辦公室再拿出來 對吧 然後可以來跟你寫信聯絡 沒錯沒錯 剛才那個網址 有沒有 透過這個網址也是可以找得到我的 如果需要直播主的話 對對對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對我覺得很好玩的一件事就是 直播就是這樣子 我與你就真的是在很輕鬆的 你只要抱著我只是要分享 那你有了認同 我覺得後面 我再次強調 沒有粉絲 不會有粉絲經濟 但從零到一 就是從零個粉絲 開始到真的能夠創造出粉絲 我覺得非常漫長的路要走 那我相信一件事情 沒有一天就是一舊可惜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行業都一樣 對嗎 我常常講到身材好的臉 但漂亮的比比皆是 在台灣可能抓一把都是 那為什麼我要選擇你 而不選擇他 同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選擇你賣的商品 而不選擇他的商品 同意嘛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慢慢來我覺得也不要急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一定在這個時代 或在後疫情的時代裡面 只有把自己經營整品牌 午後 沒有賣 是是是 對吧 對 剛才我覺得就是 路易斯提到的蠻重要的一點 就是Enjoy 對 就是說 當我們在 剛好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這個第五個主題 這個直播的主持技巧 對 就是當你要說故事的時候 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說 你對這個東西 譬如說你對唱歌 大概在節目上唱歌 你對唱歌是不是很熱愛 這個大家是可以感覺得到 或者是說 你想要分享 有時候可能其實只是 大家也不要想得太 我們現在也是隨性聊天 我們也會吃螺絲 我們也會講錯話 我們也是臨場要去掰 什麼是S什麼是M 對 有時候也會RR 掰不出來 所以真的是有SRM 對 我剛才掰的 對 但是呢 大家就可以從這裡面感受到 就是我就是很喜歡講幹話 對 這個喜歡講幹話 包括就是說 我也很喜歡去夜市 看那個叫賣歌 我昨天就是還在家裡學 自己跟著編 真的喔 對對 你喜歡看你就會跟著邊 譬如說 你去外邊的芹菜 不是買你幾千就是買你幾百 你去麥當勒買 他也是買你巴啦巴巴巴巴巴 但是你如果來我這間 只買你巴巴巴巴 我如果是買幾 我叫你巴巴 我還找你去死 helix 回去浪費水 回去洗腳 你不要讓我說到這裡 买金發聲 不然我怎麼又說下去 歐巴桑去給我講到變小姐 歐巴桑去給我講到年輕人又失敗了 哈哈哈哈 就敗了 你只做DTA的主持人太可惜了 真的嗎 所以我也可以加入這個六百直播組行列 我們今年要擴這沒問題 是是 太好了 請那個Louis一定要提拔我 一定 謝謝 那就跟大家簡單的做一個分享 就是說做你喜歡的事情 做你開心的事情 然後你想要跟別人分享的事情 那永遠不要覺得就是說自己會漏氣 因為漏氣就是一種真實 漏氣也是一種可以分享 互相漏氣 好相漏氣就進步 那用這種方式慢慢輕鬆的來 就是經營你的這個直播 等一下我剛才真的被你的S跟N 我以為真的有這個 因為我們家的小編啊 笑成這樣我以為真的有這個名詞 搞了半天他也在跟你 根本沒有這個名詞 我的興趣之一也是發明謬論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quad下來 這個就是這個 可以quad影柱零星夜202影這樣 喔 是是是 再來一遍再講一遍 你說剛才那個 對對對 再一遍 再一遍有時間嗎 那我們是不是直接就到 不是什麼2021的那個 那是你的什麼 FB 喔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說quad就是那種 錄文的影柱啦 就是影柱說這個 對不對 S叫做Super 對對對 F叫做Mini啊 零星夜20221這樣子 那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現在是不是喔 也是簡單的回答一下觀眾的 好不好 還是簡單一下回答 延長到三點半 喔延長到三點半是不是 我掰不了那麼久耶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 你看我就喜歡越久越好 有沒有 但是Louis比較忙啦 Louis可能待會就開會 不過我們還是盡量就是說 因為觀眾有很多問題 那我們 這個我們來個快問快答 好啊 好 第一個問題是 請回答 不會操作直播怎麼辦 不會操作直播怎麼辦啊 對 好問題耶 那是不是交給專業的來 交給專業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 你對於操作直播 有任何的疑問 其實都歡迎你可以 請你或者是打電話來我們這邊 那剛剛我們的 我們的導播機前面的小編輯笑得很開心 他們都會很盡全力的來幫 幫各位服務 但我還是覺得一定要 直播其實任何一個工具喔 任何一個工具也好 或者是你要做一場直播也好 我覺得事前的準備的工作都不可少 嗯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剛才欣也講得很好 如果你是為你自己的商品 你本來就應該對你自己的商品 有極高的熱忱才對 同意嗎 那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如果 如果不會操作直播 先對著鏡子講嘛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對嗎 或者是你先拿著手機 然後開著一個鏡頭 你對著先這樣子 先自己講講看 那我覺得不管是幾眉弄眼也好 一定要記得 因為我約過一個很好玩的直播組 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講一下鏡頭沒有照 他只照他一半 對 真的真的 他第一次做直播只照他一半 那他也沒有反 因為他太緊張了 結果看他的特色 以後他只怎麼弄一半 沒有 結果所有的網友說 你為什麼不再左邊一點 那他也很有趣的 他太緊張了 他完全沒有講完 一直講完之後 然後更好玩 因為其實我們左右是相反的 對嗎 就網友說 你就是要往鏡頭裡面 就往右邊一點的時候 結果他的右邊是 出鏡 對就出鏡了 出鏡之後他再也看不到網友的留言 是 那 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網友也覺得很好玩 那 他還正在這個 因為圈了不少粉 是 那所以我說其實 搞不好會瘋傳 對 所以我說其實 如果你只是對於 不曉得該怎麼 坎坎而談 我覺得 先對著 先對著鏡子 或對著 你把手機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手機嘛 你把手機打開成鏡頭 好 那所以啊 所以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 就會在這些事情準備 那如果你是要在操作上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來Ishow Life的粉專 好 那我覺得 在這上面 有非常多的教學 都可以 都可以在上面 希望能夠幫助得了你 是 那我說了 其實工具是其次 人 就是直播主 你 才會是最重要的那一個環節 嗯 是 除了就是在這個 Ishow Life的這個粉專上面 有直播的教學 也歡迎大家就是 可以繼續收看我們 速轉脫殼秀的第二季 對 我們也可以這樣就是 好好的大家來 互相觀摩跟 跟學習 真的 我們哪天來辦一個 真的把你下面的會員 全部集合集起來好不好 欸 跟我們理事長講 真的啊 我們理事長你來講 他一定挺你的 真的嗎 好不好 我真的想把你所有的粉絲弄 哪怕有一場 就譬如說是要特別會嘛 是是是 或者是相見歡樂 就是那一場台下的人 都來 是是是 就是不管你的粉絲也好 好 趕快報名 加入我的粉絲 一人五百招樓工 哈哈哈哈 現在馬上 馬上髒 馬上髒 這個這個 金金主這樣 對 沒有現在就馬上髒 當然是沒有問題啊 這個 對啊我還蠻想試試看 等疫情過後嘛對不對 是是是是 對我覺得 因為要群聚就要我們理事長同意啦 對對對 那我當然是非常樂意 就是說 只要路易斯給機會 我都是非常樂意 真的 但要群聚要國家同意啊 是啊 不是理事長同意啊 對對對 好 好 那 第二個問題 我們就接著來問這個 第二個問題 對 我剛剛還想要再補充一句 就是真的 這個 不會直播來找專業的 I小 Life這邊真的很厲害 謝謝 不管是什麼 古光美肌 對都可以幫我拍成這樣子 真的 真的 拍成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真的就是 光字幕就擋了我們兩個一半 只剩兩個頭而已 沒有啊 我常常在直播裡面被說帥耶 我就覺得說你看 他們這樣隔著遙遠的螢幕 都能發現我帥 那一定是I小 Life的功能 對 當然因為我們有美肌功能啊 對啊 而且如果你站起來 這個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講出來 我們都沒有靠美肌 但是I小 Life就是厲害 對 是是是 好 那第二個問題 那我的商品要如何在 I小 Life銷售上架呢 請回答 好 那如果說今天您的商品啊 要如何上架呢 其實您可以填上線上的報名 我們會有專人跟你們 一對一的聯絡 我覺得這個部分倒不難 好 我們準備好了相關的同仁 能夠在疫情的時代裡面 能夠協助你們 然後我覺得這才是 一起共度疫情 然後一起共度商機 我覺得才是最棒的一件事 是是 那第三題請問成為愛秀生活商家 需要收取什麼額外費用嗎 請回答 沒有耶 我們其實我們免上架費 然後 哎呦 佛心來了 我都被嚇到了 真的真的 太佛心來了 我打算來競選這個 下一屆看有什麼獎 可以來那個最佳企業什麼什麼 公益獎 我們打算來講 真的沒有上架費 沒有什麼其他隱藏性的費用 都沒有 我覺得很簡單一件事 所以我就希望的是你們自己能夠 能夠開始數位 而不要只是不轉席 這樣了解我為什麼 把它放在上面 其實創意點子 沒有要在這上面收取任何的費用 在台灣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算量 但你在網路上面 網路現在在網路上面 網路銷售商品 就會跟其他在實體上面不大一樣 譬如說會有幾個偽禁品 是不能賣的 煙跟酒不能在網路上面販售 這個是消防網友規定 那另外一件事 網路上面的販售也會跟實體不大一樣 是我們會有七天賤賞期的要求 這也是政府規定的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除非定型化期約 就是你在直播當中 或者你在說明當中 擺明我們沒有七天賤賞期 那如果消費者還跟你同意 那就是各自的定型化期約 但有其中幾項是不需要有七天賤賞期 譬如說頑體 譬如說個人的衛生用品 譬如說內衣 內衣庫等等這些 那這些就不受七天賤賞期 這個法律有規定 那我相信其實相關在上面 既然你現在要從實體變成室位了 自然會有相關的法令呢 那我覺得這些資訊都還蠻公開透明的 都可以去查查看 我覺得這個難度高 不過路易斯提到這一點 因為我真的不巧是法律系畢業了 真的啊 剛好讓我想到一個直播銷售的一個很大的 所以剛才我們講的 就是說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就是說這個電商是冰冷的 是因為你可能就是在上面 你看到他的一些條款 譬如說他就說 明明法律有規保障七天賤賞期 可是他就偏偏說這個貨物基礎 蓋不退換 然後他偏偏這樣講 可是如果在上面 你為了買這個東西 你只能選擇你同意就是買了 或者是你不同意 雖然說你這樣子在購買過程當中 他這樣的規定不見得是有效的 他片面這樣寫 因為可能抵觸法律的關係 所以你還是可以跟他主張消保法 萬一有問題的話 當然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沒有這個negotiation的餘地 或者討論 或者是大家聊 我們來聊一下 或有時候透過線上聊聊 可是你可能得到 只是很冰冷的克服的回憶 那你可能只能換一家 或者就是接受他的條件 可是當是這個直播主的銷售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一個討論的空間出來 哎呀不要我看你節目那麼久了 對答對了 然後就是說 可是我這個雖然你說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好就是說不要退 可是我用的真的我也不是 你也知道我也不是奧陪這樣 大家就有一個可以協商的空間 那就是可以落實到一個更有 以法律上來講就是更有契約自治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你怎麼不去政府做個事呢 去政府喔 政府有這麼好玩嗎 不是很多你們法律人都在 政府現在都那個都是CDC在開記者會 沒有其他的額度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從醫了 我們還是來這裡直播比較好 OK那這個第四提示 向成為直播主需要什麼門檻呢 沒有什麼太大的門檻 但我覺得我們對於人才上面上面沒有太大的門檻 但是如果你想要學直播主 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的技巧 那我們剛好有一些培訓的課程 那也歡迎你們到粉專來了解更多這些相關的訊息存在 沒有外貌的要求 沒有身材的要求 沒有會不會說話的要求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相信直播主一定會有一些會有一些技巧存在 統一吧 面對鏡頭的技巧啊 畫素的技巧 陰陽遁挫的技巧啊 甚至是你總要會做些字版嘛 關於這些的培訓 你都可以到我們IsoLive的粉專裡面去私訊我們 我們都會來給你提供相關的這些資訊報道 好不好 真的是這個很佛心 就是整個一條線的完整的這個規劃 真的 對都幫你鋪好這條路了 真的 那第五題也是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我看那個聊天室也有蠻多觀眾在問 如何找直播主幫我賣東西 哦 如果要找直播主 穿點子有超過六百多位的直播主 那其實如果你真的需要 就像我講的 你也許真的不大能言散道 或者你覺得一個人講的很乾 那也都歡迎你來我們的粉專視訊我們 我們會 我們還會來幫你解答 或者是找直播主來跟你一起 我覺得很簡單這樣講 兩個人一起 可以走得比較遠 對嗎 一個人也許 也許你講的話 面對鏡頭你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你也不知道去哪裡吸粉 那就趁著我們要直播主 他本身就有了粉絲 來跟你一大一唱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所以也歡迎你來我們的粉 愛秀生活的粉專 愛秀生活的粉專來找我們 是 所以方案也是很多的 就是說 不一定都只能找直播主賣 或是自己來賣 甚至可以 我就跟著直播主一起啦 答對了 那 看一看他的粉絲 最後你能不能把他留下來 就像那個綜藝的一個大吉大講的 沒有沒有 你要讓他 這個水池的魚越多 我可以從你這邊 可以吸引到我的魚 但你也可以吸引到我的魚過去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彼此互相的交流 才會是一個 就像你剛才講的共享 我覺得共享的經濟才是最好的 是是是 這也是我最近在接觸很多 就是在進行數位轉型 相當有成效的一些標竿企業 他們很多的這個領導者都會提到 就是說現在要做數位轉型 其實在這個企業思維上面 必須把它從以前的競爭式的 這個減法的思維 改成就是這種合作式的加法的思維 就是說這是一個打群架的時代 就是就像說 在我舉創作為例子 打群架時代就是說 像韓國的這個 為什麼他們的那個流行文化 像現在電影啊電視 現在就是前好幾年就已經有寒流了 包括他們的唱片 為什麼會這麼慢 因為就是說他們用一種打群架的策略 對 像現在像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那個有一個這個MUSE 就是這個等於說音樂人的這個 著作權人的協會 他們每年都會辦這個音樂創作儀 可是這創作儀呢聽起來 很像是很好玩的夏令儀 可是其實他的目的都是呢 譬如說今天有一個小假設定要做唱片 他想要收歌 然後呢就找了全世界最好的創作人 然後大家本來是被關在一起 然後可能就關在一個 像我們在台北也舉辦過 關在圓山飯店 然後公食部 然後可能就是在房間裡面 大家就是開房間寫歌 對所以大家聽到開房間喔 就不一定是人與人的連結 也可以寫歌 對然後裡面就是說有一些音樂器材 然後音樂人可以自帶器材 那用這種方式來 在一個禮拜內的時間 可能把小假設定這張專輯的新歌 都把它寫不出來 那因為集合了 集合了最好最頂尖的創作運 所以那個歌隊都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一個打群架的時代 我們叫做Cold Right 那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結果這樣的活動還是沒有停 既然不能一起關在房間裡 大家就利用數位轉型 線上來Cold Right 大家透過視訊的方式 來Cold Right 對 所以這是一個打群架的時代來臨 就是說 商家也不需要 就是不用只靠自己一個人 一台車吐整台灣 一腳踢手 走轉世界 對 那如果說你想要轉線上 你對數位轉型有任何的疑問 都可以來找我們DTA 那你對於直播電商 有任何的想要嘗試 想要跨出第一步 商品想要上架 想要找到直播主 想要賣出你的商品 都可以找iShow Live 對 iShow Live 對 所以我們這些人就是 我們都陪在你身旁 對 真的 對你看 左右是相反的 所以你要調重 還真的不容易 對不對 對 對嗎 對 我還是認同一件事情 在疫情的時代裡面 我覺得同島是一命的 那我們一起來創造這個 一起攜手走過 也一起來創造新的經濟 那我也同時認同 現在不是一個單打獨鬥的時代 一定是各方有各方的專業 怎麼集結起來 讓一家越大於二 我覺得再強的獅子 也抵不過一群的狼 同意嗎 除了那個獅子王 就是那個萬華的那個獅子王 除了他真的太厲害了 除了獅子王 除了獅子王 後來其實 我相信大家現在是一個 co-walking的時代 各發揮各的專業 好嗎 是 我們一起走過這個疫情 疫情不會擊倒我們 好 我們剛好可以在這個機會裡面 危機就是轉機 然後怎麼樣去學習 數位的方式裡面 進而到真正的數位轉型 而不是只是數位化 是 好嗎 好的 那所以說也希望大家就是 跟我們一起跨出數位化的第一步 然後走向這個數位轉型之旅 那也不用擔心成功或失敗 為什麼 因為 其實數位轉型是一個旅程 它其實沒有一定的成功或失敗 或是一定的終點 但是在這個路上 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看到 不同的更美麗的風景 是的 那最後的話是不是 你還要唱首歌啊 要印觀眾的要求嗎 好像我們都 那我就淡出好不好 因為你唱歌 我在旁邊我很尷尬 因為我五音又不群 拍手 拍手沒問題 沒有沒有 這當然不好意思 這個煩惱路易斯 就是 那我就淡出就行了 這樣就比較好發揮 請您先休息 好 我很想跟您投框 但是我們已經投框很久 那接下來就 我就自己淡出就好 不好意思 真的 那我們謝謝路易斯 真的非常感謝路易斯 今天給我們帶來這麼豐富的內容 不愧是這個直播電商之父 那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那剛才其實我沒有準備什麼歌曲 可是大家如果想聽的話 在剛才聊的內容 我覺得有一首歌倒是蠻適合 跟大家來分享 不過你看就是直播就呈現真實嘛 我沒有練過 所以我如果唱錯 或是嘟嘴 那也麻煩大家多多包涵 這樣 有一首歌很適合 我們今天聊的內容 叫銀戶上有你 哦 我覺得我要 Key要高一點點 找個兩格好了 對 就是有一些東西呢 你可能要隨機應片 但有一些東西 你可以先準備好 譬如說移掉甲這個東西 要帶這個就是可以先準備好東西 那即興改一下歌詞好了 你知道直播它很容易 只需要一點勇氣 是天一大 有愛秀生活幫你 直播變得這麼容易 直播變得這麼容易 你相信這一生遇見你 是上輩子我欠你的 是天意 是天意把東西賣出去 我的錢到你口袋裡 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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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迴裡 早已註定 今生就給我 還給你 一顆心 一顆心在風雨裡 一顆心在風雨裡 飄來飄去 都是為你 你 一味流 一路上有你 苦一點也願意 就算是為了分離與我相遇 一路上有你 痛一點也願意 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